大家好 我是四年假班的吉瑞琴 大家好 我是四年假班的吉瑞琴 今天我們要做這本書是修演學校的 《黃佳金鋪定中的優雅的咖啡家族》這篇文章 我問你呢 《黃佳金鋪定中的優雅的咖啡家族》這篇文章 是什麼樣的一個故事呢 是一個在說命名很重要的故事 咖啡加索的行為君子優雅 如此用點心學校的校長邀請他來 請他來 請他來用他跳跳勞理課程 在餐桌上提起的名字 是什麼名字呢 貓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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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結果老師解釋下小小布丁人發現只是一場誤會啊 是什麼誤會呢 其實貓屎咖啡是有一種稀有的貓科動物色香貓 精油腸道發酵清洗烘乾後製成了珍貴咖啡呢 哦 原來如此 後來在菜單老師的幫助下 他重新改名為色香貓咖啡 而小小布丁人也得到啟發 改變為皇家金布丁 那這個故事帶著你了什麼情報呢 我覺得命名很重要 如果有好的含義不小心取錯了名字 可能就變壞了呢 為什麼不說我要趕快去喝咖啡了呢 聽說他們最近有出新的可樂咖啡和檸檬咖啡呢 李正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